随着大众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 品牌与永续发展密不可分 经济部国际贸易署在2021年发起一项全球大型公益活动 以社会关怀及环境保护为题 结合企业社会公益ESG理念 办理爱无切 台湾精品Sharing is Caring公益提案活动 活动发起后回响踊跃 总共收到来自61国超过700件提案 以台湾精品为方向 提出对人、对社会、对环境 带来积极影响的解决方案 菲律宾获奖提案结合多样台湾精品获奖产品 如太阳能板、网路及电脑设备等 以及非国教育部与地方政府代表共同参与 打造行动数位教室 我感谢台湾精品的目标 Sharing is Caring 为提供新养的想法 与社会的健康增长和环境保护 透过多元丰富的课程 增进基础教育及实务技能 汇进2000名弱势族群 失学青年及孩童 提供相关培训 缩短当地偏乡学习落差 提供弱势族群更好的学习环境 纽西兰地广人稀 用电不稳是现存的社会议题 Maui Energy提出利用纽西兰日照充足的优势 结合台湾精品奖的乐福彩色太阳能面板 协助当地两个毛利部落 建立可自给自足的绿能发电循环系统 在台鸟团队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下 今年7月建制完成 可提供20户家庭稳定的热水和暖气 改善居民的生活 未来将推广到其他偏远地区 让The Best Met in Taiwan 持续照亮毛利部落 而来自台湾的提案也很棒 台湾山区因交通不便 导致偏向医疗资源短缺 民众就意不便 提出数位牙科巡回车的概念 由行动车带着医疗设备 深入偏箱协助长辈民众就医 再搭配上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牙医团队的专业及业界的赞助支持 化被动为主动 现在这台车其实开到定点之后 其实等于说它是一个 因为像是一个数位牙记所的概念 那所以可以把很多以前要送回 很远的地方牙记所的这些工作 我们这台车上就全部都解决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一小时之内 给病人夹牙 数位牙科巡回车 目前已完成宜兰花莲等地的 多次牙科健检服务 同时也支援外籍移工议诊 及健康关怀活动 体现学术界 工部门及企业界合作 共同为社会服务 爱武界台湾精品 彰显政府与企业 对社会关怀与永续环境的高度重视 从推广企业品牌 产品到社会工艺 透过台湾坚强的制造业实力 整合产观学力量 提升整体国家形象 爱武界台湾精品的成功 超出我们的预期 来自世界各国的提案 都诉说着共同语言 那就是以爱与希望 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就像植树的树 和看着它变化 我们允许这些想法 希望看到它变化 我们感兴趣 看到更多的想法 与爱与爱与爱与生命 来生命 我们努力 努力 一起努力 成为我们的世界 一个更好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